如果我们现在把孝导丢了 中国把孝导丢了 大概是150年 150年 第一个50年 疏忽了 也就是讲不忠实了 讲是讲啊 没有办法落实 在这个状态的下 第二个500年 那就是民国了 民国先100年了 民国了 民国前面50年的时候 虽然是讲 没有人信 有讲的 没有人做的 最近这个50年 讲的人都没有了 别说做了 讲的人都没有了 这是危机 那如果再过50年就灭掉了 孝道在中国就不存在了 孝道不存在 佛法就不存在了 同时会灭绝了 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了 佛法没有了 人可都要受苦了 那这个世界就不能来了 就太痛苦了 什么灾难都来了 天灾人火 统统都来了 所以 今天 要挽救 这桩事情 那个功德 那个功德就无量 无比 没有比这桩事情更大的了 我们都怎么拯救 拯救 要靠年轻人 年轻人 有善根 这个善根 不是这一世的 过去生中 曾经修建 有善根的 他们这次又来了 这个是有底子 那要遇到好的缘分 要有人教他 要有人帮助他 这叫外遇 这是我们迫切的一种 一个工作 一个重担 我们全心全力帮助他 把这些顶级保存 这个是能做得到的 今天有钱就可以能做到